我觉得你要看短期 你别问我 我也不知道 谁知道谁知道谁吹奴逼呢 谁知道啊 对不对 但是呢 就算长期 一定要有这个 一定要有这个信仰 就是赔钱了 肯定赔得比你多 这会儿家里 我肯定赔得比你们都多 是吧 不是我凡而散 肯定赔得多 对吧 你拿着一股动 那币跌了 你肯定赔得多 但是你要算 赚比特币谁赚得多 我还是比你们多 为啥 因为我没啥 这币那币都吵了 我就吵了狗狗币 一把进去一把就挣了 这个 我算比特币本位 我币比你们多就完了 这不是完了吗 就把你们天天分享 有毛用啊 对吧 你这币那币都要玩一把 这币那币都要摻乎一把 你有那么多精力吗 你老是劝币 劝币圈外的人 或者是刚进币圈 说你是百分之百的精力 别人只是百分之十 百分之五十的精力 所以你也挣钱 同样在币圈里边也是 我是百分之百的精力 在比特币和狗狗币上 你是百分之百的精力 不是百分之十的精力 在比特币和狗狗币 你其他的精力 都放在别的币上面了 放在你公司上面了 放在你的项目上面了 放在你的这些事上面 那你也一样 对吧 所以看谁的精力集中 谁火候 谁火候好 反正就是谁的精力 做减法做得多 反正推钱赔得多 标比 你们都没法跟我比 但是将来谁挣钱挣得多 谁也不知道 对吧 咱们看将来谁的比特币涨 对吧 我就不信比特币会跌下去 跌到这个比方说 五千美金 跌到三一二三千美金 那太好了 到那天我靠 一样 我的比特币还比那么多 我还能买更多比特币 那我就这上次没上车 因为我没卖房 卖车 卖卖卖房 我只是买了 卖了车买了币 咱要是那次完了以后 我卖了车买了币 但是也不错 换了几十个比特币 那要是真要到那个行情 我就爽了 哎呦 我就卖房了 我要那房干啥 不用毛用啊 对不对 要那么多房干啥 房没用 真的房子把交的税不说 难受着呢 对吧 每年光那个税加保险就十万美金 我住这房干啥 我用不着 当时候 都是给B圈人到会所的 我操 现在都住的都是 一队的B圈朋友 我还是那逻辑 回到本质上 你如果没赔过那么多钱 也别在这嘚瑟 你就是光挣点钱 你将来赔钱 肯定赔大钱 那你要是 没有变成负资产 你整个在B圈没有经历个轮回 重生一次 一直保持挣了点小钱 没挣过大钱的状态 那你也小心点 好吧 谁也别嘚瑟 谁也别在这炫 是吧 你经历过那事了 你才炫 所谓的炫就是 不怕了 就是死都不怕了 怕什么呢 我操 其实还是怕死的 什么叫怕死呢 就是怕他们死不了 叫下就万一挂树上死不了 弄个万残 他妈躺在那儿 更他妈难受 还得有人找我 我躺 他妈 我当时想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更高的一层楼 他妈再去再跳 但是想了想算了 万一他妈再搏一把 要回来呢 17年一搏回来了 所以别看别那些 别人 就是人钱显贵 对吧 你背后经历的心酸 你是不知道 所以一样的 在B圈 你没经历过这事 你只是经历了这次 第一次进入牛市 熊市交替 是吧 你纠结了 你彷徨了 你迷茫了 你恐慌了 哎 没事 想想谁也不是神 他妈就是熬过来的 自扬 扛过来的 自扛 对吧 那些拿着钱的 等着抄底的兄弟们 是啊 你这个拿着钱挺好 是吧 躲过了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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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波 但是你拿着钱 你保证你能朝上底吗 我那哥们 两万多的时候 把比特币卖了 等着抄底的 到现在还没朝上 是吧 我那哥们三万块钱 还有一个 三万一千美金的时候 把比特币卖了 然后比特币涨了 六万 天天在那哭 天天在那 拿着一笔 一堆的现金 抄不上底 把这个现金放到 DeFi里挖矿 就赚那么百分十几 结果比特币 翻了好几倍 但是纠结着 难受了 就一次下车 就再上了车 这种人 就是没有比特币 你还让他上车 不可能 拿着一堆现金的 就是现金本位 他本 本子里 本 他脑子里 就是现金本位 就不让他挣钱 所以他 比特币本位 是不可能的 所以要 比特币本位 什么叫比特币本位 就是比特币 永远 跟着哥在那 是不卖的 他当成一份 遗产了 什么叫遗产 我的遗嘱都写完了 懂什么 你们有几个 写了遗嘱的 那天去 那天我去 签那个遗嘱 我自己来 在想 我这他妈签完了 就真跟我没事了 还是他妈 不可承销信头 我那是签还是不签 没办法呀 我电证人也带了 我的刷子替也来了 他妈的签呗 他妈都签了 我得了 你爸就签了 跟着你没事 哥们就近身出户 离开这世界了 有当时 签完得 也后 该干嘛干嘛 你们如果没有这种 全部归零的想法 还等着临死之前 再把密码交出去吗 密钥交出去吗 对吧 所以说你一定要 把这些东西 想想明白 这群里都有几个 写了一书的 有估计在美国人 才会写 大部分中国 带着人不写 不是你资产 怎么做 信托做了吗 对吧 如果你不做 那你的币怎么 币本位啊 你怎么放哪了 你天天币能动 今天想动一下 明天想动一下 今天动了一下 明天动一下 你能叫币本位吗 币本位 就是币跟你都没关系 那就遗嘱离产了 写上 跟你这代人都没关系 你下一代人都动不了 这些人只能当成 一个家族信托 在那放着 那你才能 跟出币本位 如果你的币 就是放你的这个 来这里边 那叫币本位吗 你随时你的币能动 对吧 或者随时你的币 都没交代过 你老婆都拿不到 那叫什么币本位 是吧 所以我认为 别别想得多 再做 知道得做 比方说 我再说建议 建议一下吧 我一定要给大家建议一下 我也不谦虚 你们都谦虚 我不谦虚 我说说 说说本质 就是群里面 如果有一百个币以上的人 赶紧做信托 把币做冷天包 写好遗嘱 留给谁 将来这个家族 怎么花你这笔钱 因为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别指望 把这个币卖了 换这套房子 哎呀 房子 房子算个屁呀 对不对 住一住 你就不想住了 对不对 好 群里面低于一百个币 但是在十个比特币以上的人 你还想到变三位数的比特币 你努力 努力什么呢 就在这一波里面 看看哪个有价值的 就是排名前十的币 哪个币跌得惨 而你又觉得这个币有可能 超过比特币的涨幅 下一轮 你呢 拿着比特币 等着一部分去缩一下 然后努力让你的比特币 下一次翻一次倍 翻一半倍 你们就一百多个币了 是吧 你们也一百多个币以后 你也值得做 做信托啊 是吧 低于十个币的人 如果你玩了币圈 只玩了几年的 就是比方说玩了两年时间吧 两年以内的 你低于十个币的 那你还接着拨 什么改着 改着缩缩 改着偷偷 因为你还没啥经验 但是如果你已经玩了币圈 你玩了 就是接近 十年 七八年了 你还只有十个币 兄弟啊 你那十个币 你就放了钱包吧 你就别他们说了 证明你不行 玩了七八年 十年了 你还这十个币 没增长 你千万别玩 否则你玩 就否则再玩 就玩完蛋了 你知道吗 千万别玩 没这本事 没这些金刚段 别玩这次戏活 对吧 再看 如果团队 如果这个 你在群里头 带着团队的 要发工资的给人 你是公司老板 你手上 如果存地 没有钱的话 兄弟 你要小心 否则 到了真到了熊市 兄弟 你也得卖币 要不你就得公司倒闭 要不倒闭 要不卖币 你选呗 大部分人选择 将就着 看一部分人 然后卖一部分币 发工资 坚持下去 你扯了吧 你那是 对不对 到时候 到了以后 没有现金储备 你那边扯了吧 开公司的人 一定要有现金储备 如果群里面的人 大部分跟我一样 都是绷杆自令 是吧 一个人吃饱 全家都饿 是吧 反正就是 我们没有一个员工 没有一个公司 就是自己玩弊的 个体户 好兄弟们 你也要储备 你要储备 一部分现金吧 多少储备一部分吧 其他够你五年 吃喝吧 如果经历一次熊市 这有少三年 对吧 你准备上五年的 够不 对吧 好多人早有了 牛市来临之前 这笔钱就放那儿 没动过 牛市的时候 都没有拿这些币 拿这些钱进来 说哈 是不是 那没问题 你这钱还留着 千万别 现在又超低 是吧 现在还不是低 我的判断是 等马斯克 这个腰做完了 他做腰是什么意思呢 这马斯克这人是 你们看他的推特历史 他怼过很多事 怼过很多人 很多人不屑于他 经常他也跟人怼 他的性格里面就一个人 但是大家不要把他关注 关注力就放他一个人身上 你放他身上干啥 他挣钱管你啥事 人家首富 人家不在 人家有钱任性好吧 你行吗 你行吗 人家都在十几年前 就开那个麦凯伦了 你知道吧 麦凯伦开了多少年 开了半年 还限量把它增值 卖了两三倍的价钱 麦凯伦的限量 把它都卖了 对吧 你跟人玩呢 你玩的这些东西 年轻的时候 别人玩剩下的 对吧 这个人的围度很高 我现在倒不了人家围度 我小半天也想不明白 他在说啥 我都想不明白 我在美国在硅谷待着 硅谷这帮人天天聊 我都想不明白 你就在那看看 转发过来的三首四首 短信 信息 你就能想明白 你就能通过他的一两条信息 你就决定 你是卖还是买 千万别这样 深度学习同仁 深度学习 就是 当然我还绝对白学 你认知这种事情 就得自己经历几次长跌 你才能有认知 你不经历你的牛市 不经历个 十年的时间带币圈 你还好意思 你带币圈混过 白扯 真白扯 胡扯 你没经历过那些年 你说你自己 懂币圈 白扯 我一看 我一看 这个区里头 我说肯定今天有老圈里面的人给你们点过 点也没用 因为老圈的经验 这些人都 有文化人 不给你戳明白了 人家又说的很客气 是吧 我不客气点跟你说 你就认知啊 不够是正常的 因为你没经历 那么多年 你这么多年 你没拿住过 你也不配 对吧 对吧 你配啥你配 你配你挣钱吗 挣钱 那是平衣平衡是挣钱吗 是因为牛市大家都挣钱了 对不对 在你挣币呢 有几个挣币的人年头